但是你有感覺嗎 這好像是天公被阿雕在把我們創作的 舞台劇再會把北投以60年代的北投為背景 刻畫大時代下兩代女性 面臨生存跟親情的無奈與掙扎 故事以淺白亦懂得對白 加上台灣舊時代Nakashi音樂 讓觀眾不自覺融入劇情 我是在裡面演這個 劉友天的老闆娘就是那個艾雕 但是呢這個角色其實還蠻蜜苦的 就是從小就是被賣到那個嘗試 然後整個過程是很辛苦 我覺得這是一個尤其有類的一個好戲 希望時間到了大家真的可以 帶著你的爸爸媽媽一起走進劇場來聽歌 來聽你們聽我們的翻名的歌曲 而11月份的演出將會是全新升級版 無論是演員陣容 樂曲編製 皆有別以往的呈現 當創作出來的時候 一個劇本或是書戲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不屬於作者的 應該是屬於說觀眾的 那這個時間在經過的時候 也許在多年之後 這個劇本會在演出的時候 已經不是這個導演所認識的演員 那就是所謂的創生 劇團準備大蛋糕 要為邁入70歲的吳念真導演慶生 年紀進漲讓舞蹈感受到傳承的重要性 因此升級版的再會把北投 特別強調傳承的精神 演出陣容有著新舊交棒的崭新氣象 經典的戲劇讓人有回味的感覺 每一回觀看都有不同的感受 再會把北投曾經連兩年蟬聯兩廳院 現代戲劇類售票榜首 現在疫情後回歸 老班底戴新面孔 勢必帶給觀眾全新不同的感受 人間衛視葉宇吳志恒 台北採訪報導